新房子买了已经快两个月了 装修房子还没有着落呢 前段时间不是联系了一个装修公司吗 设计图纸出来了 今天我们去看看 那尽快把装手币定下来 那今天去看装手图 然后又不合适 你手指什么呢 今天外面30多度 给你摸摸防晒霜 不想要 对呀 不想要 我发现你现在话可多了 你个小大狼 都到夏天了 这孩子还不习惯 还要再穿衣服 从冬天到夏天 可能过得太快了 这孩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从没还要穿个大棉袄 卧室卫生检 这个是开放式厨房 它这个是冰箱放在这个位置的 进入到放在这个位置的 对这个开放式厨房哈 我看好多粉丝给我意见 不要做开放式的 整个那个客厅里面 全部是有眼味的 然后我感觉还好吧 就是你那个 如果是精神造 还有那个冰箱 用的特别好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吧 因为开放式厨房 咱这边不太流行 但是车里边开放式厨房 还是比较多的 对吧 这个是房子的原始厨 这个是设计好的 卧室卫生间 开放式的厨房 客厅 餐厅 那开放式厨房 如果不做的话 还能做成哪一种 还能做成那种 缝闭式的厨房 缝闭式 我觉得在家里面 那个底下轨路 可能打理了 特别早 可以做成吊轮 或者是银杏的味 可以做在上面 对 可以做在上面 下面就没有那个了 那个花道 行 所以这个方案 确定了又拿 然后它会给你 出那种动态的 你就基本上知道 那家装油是什么感觉了 对 我觉得这种厨值 看不出来效果 主要就是客厅 然后四楼五楼就是 检测一下就行 主要是硬件吃 主要是二楼 我想要的就是这种鸡毛间 我不想要那种柜子形式的 找不了多些东西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进去换衣服的 对 吃一遍 闻到大骨头味了 香不香 我都馋了 你都馋了 你逛了一下午饿了是不是 买了一个大羊头回家吃 你鼻子咋那么灵的 咋闻到大骨头香味了 哈哈哈 图纸也看完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怎么样 我看完这个图纸我够猛了 我这飞不清东西南北 真的 买个房子挺简单的 这装修怎么那么费劲 这个装修可是个大工程 关键是咱不动状况的 哎呀 那咱就躲在看看机甲呗 对 明天再练习练习 看的就是一个设计图纸 因为我们的房子比较大嘛 一共有三层 300多平的 然后人家说是一个大工程 必须要确定一下图纸之后 再出那个动态图 你咋回来弄走呀 我考完试就直接放学了 你也喜欢走了 嗯 姐姐我也有西装 行 嗯 妈妈你今天给他准备喝呀 都没热 装修放上去了 装修好了但是啊 嗯 装修好了 明天都能住了 一人一眼放 那么好 你想的没 还没装修好呢 还没装修好呢 对 都不知道 从哪开始装 都不知道是宝给装修公司装 还是自己装 对吧 你妈在这连日路上都臭灰了 嗯 你说怎么弄啊 我都摸不着头脑垃圾 记忆脑垃圾 都是汗 咱这几天没事 都六级装修公司 先找人家给咱修个设计图 看看哪个设计方案 咱喜欢 咱就给你拿个项目去装 行 你喜欢上了那风格呀 好看呗 看着 等于没说 要不然咱就改个水电 咱就一家人搬过去 做猫皮防散了 行 换我大背 换我搬过去行吗 行 现在你买这个房子后悔了不 也不算是后悔吧 我当时跟你说 那买家装修好的多好 装修好的也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现在现在考虑那么多了 显得设计图出来 看啥再说 因为我想呢 买个房子装修了 领宝进去住了 多简单 没想到那么复杂话 今天也不考虑那么多了 回来躲着机家装修公司 先出设计图再说吧 你就解脑散去吧 你们就协作也去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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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死我了